再起台股周一由国际资金座架上演的拉尾盘行情又被打回了原形 摩根士丹利将今年台湾GDP成长率的预估值 还有台股合理指数的预估值分别调降到1%跟8300点 尽管这8300的指数预估值还是比瑞银的7800来的高 但是1%的GDP成长率却可能让市场从原先保二的共识又退守到剩下保一了 因此连带冲击到了台股昨天重挫157点 国际资金卖超也扩大到了53亿元 摩根士丹利证券指出台湾出口前景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尽管美国经济复苏渴望提供部分的支撑 但是需求回温不是短期间就能够看得到 那么简单来说台湾经济衰退的风险已经逐渐的攀升了 这是一大警讯 出口跟GDP成长率的表现欠佳 对国际机构投资人眼中一向属于出口受惠股的台股来说 就无疑是一大冲击了 所以大摩将合理指数的高点预估值 从原先9000点调降到了8300 但也强调现在的看法已经不需要太过的悲观了 大摩指出目前台股本益比大约是12.4倍 跟过去我们看到这10年平均值 22.2倍相比其实不算贵 那么现在需要采取攻击跟防御并行的布局策略 因此建议下半年可以布局的标的 包括了科技股的6147的齐邦 2474的可乘 2308的台达电 2454的联巴科 2357的华硕 3035的智元 3044的见顶 以及3189的紧硕 而金融股则包括了有2884的玉山金 2881的富邦金 至于在非科技股当中 则是看到有两档电信股 包括了3045的台湾大 4904的远传 而纺织族群当中股王股后都入列了 另外还有5903的全家 外资圈预期科技产业的基本面 仍然是牵动台股后市的最大变数了 因此下周将在台北举行的 瑞幸证券亚洲科技论坛 就渴望扮演了科技股 何去何从的风向